好吧 我们就到这里啊 今天啊 最后悔的是江一 他于是 让他看着 馋着 对对对 招主播的 他现在在第二现场 估计抓着脑腮的 是吧 馋着 我今天也破例啊 让江一在第二现场 跟你互动一下 大卫好 大卫好 感谢大卫 感谢大卫 那个艳达你好 你好 你好 假如第一现场 不给他留灯了 你准备把艳达招走吗 对 我给他留灯 欢迎他来加入渔屋 对 我了解过渔屋 我觉得那模式特别牛 你说说你对渔屋的了解 还了解我们 19年的时候 有一些内容 包括一些电影节 都是老师做的 是的 是的 对 我就感觉 这个是其实很牛的一件事 就是这个思维很新 我觉得 欢迎加入我们啊 这个 没想到吧 思维这么新的一个创意 而且他特别用心 他真的做功课了 江一现在看起来 没有什么表情啊 但是内心非常活着 他基本上已经坐不住了 现在就想上去 你们抬钱 现在如果 如果后面 不好好争取一下的话 我们二现场 马上就摁不住了 你提出了六四万的 这样一个薪资 其实它并不是很低了已经 所以说我想了解一下 你账号的商业化问题 比如说你带过货吗 或者说你的广告 有多少收入啊 在20年的时候 我短视频带货 是取得过很好的成绩的 带了一些快销的 速食类的一些产品 在当年是短视频 带货销量最高的 但是我后来不做了 因为我觉得那个 不是很喜欢 艳达 其实我刚才也查了一下你的号 你的账号的内容是搞笑的一个类型 然后你的粉丝的这样一个人群是18岁到25岁 然后你基本上没有带货记录 但是其实你给企业做运营是需要结果的 如果说你的努力跟结果没有挂钩的话 它其实你的商业化也是很难证明的 就是对于商业化的内容 可能直播带货方面 我说实话 直播运营我确实不会 但是座号我会 来吧 我最后再确认一下 请各位企业家 根据陈彦达今天的面试表现 考虑一下做最后的选择 有请 对 我会留灯 好 时间到 祝贺你陈彦达 还剩下两盏灯 括号 加一盏灯 对不对 还有一盏灯是在第二现场 在上面